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沫阳 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下滑 中共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梁 对《金融时报》表示 综合考虑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他说2020年中国经济将会减速到5.5%左右 如果当局加大调控可能会在8%左右 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距离保六都有差距 12月22日中共印发公布了第一个 就民营企业改革发展领域的中央文件 推出包括减税降费 开放市场准入等28条措施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共突然对并不待见的民营企业放宽政策 这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纷纷怀疑民营企业的问题可能已经相当恶化了 那这种猜疑和阿里巴巴创始人 浙商总会会长马云 前天泄露的国家机密向问何 马云说2019年很不容易 但是做企业每一年都不容易 以往可能部分人不容易 他说2019年大部分企业都不容易 这是最不容易的事 随后马云讲了一件事 有朋友向他借钱 也有朋友为了筹措资金准备卖楼 他说年底了 昨天收到很多朋友借钱的电话 一天内五个电话 过去一个礼拜 他说要卖楼的朋友大概有十个 确实不容易 他补充道 也许这只是不容易的开始 马云认为所有人都明白 这商如果过不去 那其他商人肯定也过不去 他说世界的巨变 中国经济也面临巨大的调整 那这些情况 中共是不想被外界知道的 就像国家机密一样 在努力的捂着盖着 前不久 中共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 都在宣称 说经济稳中向好 稳中有进 可是马云聊聊几句话 就把中国的国家机密泄露了 马云以往给人的印象 是比较乐观的 那如今他转向悲观 新浪财经认为 他已经感受到了外界 对经济的压力 文章表示 今年经济减速的压力 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 从马云的话中 就不难看出 民营经济十分缺钱 浙江商会是成员 大多都是民营企业家 这个民营程度 是最高的一个组织 大陆媒体认为 能够给马云打电话的人 那估计都是各种翘楚 换句话说 这些人的资产 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 他们缺钱 可以想见其他商家什么样 跟马云一同出席 浙商联会的复兴国际董事长 郭广昌表示 马云说出了民营企业的 融资困难 融资难这是多年来 一直困扰着大陆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一个大问题 长期融不到资金 使资金链已经陷入了困境 大陆媒体表示 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和供给 民营企业根本不对等 银行有钱放不出去 民营经济却是申请无门 银行有钱 却不支持民营企业 原因是在推行国际民粹的政策 中共大力扶持连年亏损的国企 强调要做大做强 可是对贡献中国经济50%左右的 这个税收的民营企业 中共虽然也表示支持 但实际它的政策措施 却是卡紧了脖子 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不断地压缩收窄 马云曾经不止一次表示 后悔创立阿里巴巴 2010年第20届圣被夺宝 国际经济论坛上 他被问到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他当时就说 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 创立了阿里巴巴 那今年9月10号 马云已经卸任阿里董事长 12月20号获得了 湖北省政府经济顾问的头衔 有大陆媒体表示 在企业家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是一把心酸泪 他们要承担各种债务压力 东方财富网12号报道 对3600多家中小企业调查发现 有65%以上的样板企业 被拖欠着工程款 拖欠一年以上的占36% 有的被拖了10年之久 地方当局拖欠的巨资 也加大了民营企业的困难 就像马云所说 一般企业出问题 第一时间他想到的 就是借钱或者卖楼 用个人负债的方式 想筹措资金给企业续命 但是如果这样做 也难以为继的话 那么企业家的债务缠身 就不可避免了 最终结果就是 被列入到失信名单 企业也会出现债务违约 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恶化 如果民企债务违约集中爆发的话 那么明年经济的这个黑天鹅 很可能就要出现 据彭博社报道说 民营企业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 今年的债务违约特别严重 排在全国的最前列 中共官方说 前三个季度债务违约 接近800亿人民币 按年增加了36% 但市场人士指出 官方数据不实远低于真实的规模 因为有更多的违约纠纷 是私下里面协商解决的 官方并不掌握 纽约时报表示 未来两年 中国企业将有几千亿美元的债务到期 互与评级前不久 发布了中国企业债势蓝皮书 其中指出 民企违约率已经从2014年的0.6% 穿升到了上个月 就是11月份的4.9%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魏杰表示 如果资金供给不正常 就会发生大量的债务违约 债务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 将导致金融危机 所以不能不防 这只最大的黑天鹅 前天中共下发的文件 共计28条内容 其中提出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加大开放民企市场准入 鼓励金融机构强化服务 进一步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 融资成本等等 中共推出新政显然是意识到了 民营企业的这个债务违约潮 也有可能要变成黑天鹅 但学者并不看好中共的这个新政 南卡大学艾克尔商学院 讲习教授谢田表示 中共国进民退的政策 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 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倒闭了 即使没有闭门的那些企业 也是挣扎在宾死边缘 谢田指出 中共推出28条就是想遏止黑天鹅的出现 但是现在有些晚了 对民营企业救援的这个黄金时间 已经错过了 就算明年没有出现黑天鹅 他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 也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